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现在小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然后这两个完全不搭边的产品 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东西 就放在一起给大家介绍了 就不分开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这一块是FW出了一样 是有些日子的自由和传说的FW对决的套装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放到一边 我们来看一下皮卡丘 首先这款皮卡丘人气实在是非常的高 即使在日本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那么小售面前的这一款 其实是国产的盗版 并不是原版的 但是从整体的表现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造型皮卡丘有一种好像是要打架出去打架 我是老大的这个意思 那么它整体的一个造型还是非常可爱的 而且这个大小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拿这个尺子给它量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17厘米到18 这个17厘米的高度已经达到了我们很多 如果玩高达的朋友来说 可能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MG 这个1比100的一个高度 但是这块皮卡丘你不能按那个算 这个高度还是算很不错的 那么看从背部 这一款国产的 我们看这个尺巴的涂装是有问题的 但是背部也都不是很细致 但是整体的造型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尺巴和我们这个脑袋是 黏上了 而我们这个尺巴的部分分膜线也是非常严重 那么在正面的涂装 两侧眼颊和这个眼神的涂装还是很不错的 在这个鼻子的位置 小说这个是有一点这个掉漆了 那么皮卡丘站立的形象下 这个两手这个护叉 呃呃呈现一种 哎很这个威风的一个姿态啊 整体的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对于这个皮亚丘啊 整体的造型啊是非常人爱的 那么如果想买正版的话 可能这个价格不会很便宜啊 呃那么如果大家就是无所谓 这个他的这个做工的涂装啊 呃买一个只是稀罕他的这个造型啊 就是买一个这个组合版的 已经小时候感觉呃还是可以了 呃虽然说做工差一点啊 但基本上集中在这个尾巴的部分啊 在正面来看整体的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这就是这个皮卡丘呃这一款的介绍 呃来看FW这款 刚才小说有一个口误啊 那么这款是神异啊 神异和我们的自由啊 呃非常小的一个盒子 而且呃我看从这里打开啊 呃从背面我看他这个是万代 应该是 好像是台版吧 嗯好像是港版的 哦这好像是港版的 呃啊无所谓了 这种东西港版的日式版的都无所谓了 呃打开之后啊 我们看里面呃所有东西啊 拿出来一张小小的说明书 然后看我们这些所有的零件啊都散落在这里啊 然后我们把它组装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呃说明书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这一面呢是自由的啊 看主体啊是呃主体是整个的 然后是翅膀我们的这个翅膀 还有我们这个光剑和我们这个武器啊 哎没有神异的说明书吗 呃哇这很弹头啊没有这个神异的说明书啊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是每个东西啊分成了两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把这个神异的这个把它打开 哎这个是我们固定啊固定脚部的一个底座 然后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头部和主体啊 呃拿出来主体之后 我们直接啊把这个头部啊给他安装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并没有脸啊 和我们这个天线啊并没有在这里 呃我们来找一下 哎呃我们的脸啊非常的小啊 在这里啊 呃呃呃呃呃呃这个很 嗯 哎继续啊那个脸按不上啊 眼睛应该是和我们这个脸部啊在一起的 安装 哎呀好难拆啊 好紧啊 嗯 你看这个是我们天线的部分 天线的部分直接插上 但是我们脸部这个应该是少了嘴啊 哎呦在这里啊 啊 这个如果大家玩的话就要小心一些了啊 这个非常容易掉啊 你小时候这个差点就丢掉了 哎 嗯 我们先把这个天线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我们先把这个给他装上了 就是我们眼睛这个部分 然后再把这个天线给他装上 那么我们这个神异的主体啊部分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哎 这把枪啊 也是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呃武器 再来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大背包 哎呀 然后是 哎呀 这个小的啊 这个浮游炮 和我们这个大一点的这个浮游炮 背后的这个浮游炮 哦 果然啊 又掉劲了 我们来看啊 这个 三个 我们看三个突起的部位啊 应该是安装我们这个大的浮游炮啊 哎呀 然后这个 这边 哎呀 好难装啊 然后我们是这个小一点的 插在这个中间的 哎呀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背包啊 就固定完了 然后给它搭载到我们这个 哎 背部 而我们这个 呃 这个部位 哎 这个应该是哦 哇 我们这个底座 在插的时候 我们这个背部啊 在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啊 有两个小的这个条啊 把它稍微抬起一点 抬起一点 而我们呃 那在这个位置 只有两个小孔位的 把它呃 放到这里 而我们腿部啊 就固定住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神医的这个组装部分 再来是看我们自由的啊 自由可以说是小说的最爱啊 呃 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神医的说明书啊 持有自由啊 哎 难道自由才是亲儿子吗 哎呀 好难拆啊 这个是一边的翅膀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步枪 呃 再来 这边也是我们的翅膀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天线的部分 嗯 再来同样啊 这个是我们底座的部分 底座 然后是我们自由 这个是 哎 盾牌 脸部 还有我们的这个身体 哎呀 脚啊 都分离了 哎呀 这个是我们背部的这个连接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背部的连接啊 给了我们这个标志啊 呃 就是左右啊 我们看一下 这是右 这个是L是左 呃 腿部 就这个直接把它插上就可以了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呃 头部 哎 插上之后 我们的天线啊 给它安装上 哎 哎呀 安装上 呃 至于我们这个 呃 看一下啊 这上有没有分左右啊 好像没有啊 这个是 左边 左边应该是这里啊 左边是这里的话 啊 那我们这个翅膀 是不是应该这样插 哎 哎 不会吧 看一下说明书吧 呃 左边 的翅膀 这个好像 并没有 并没有说怎么插呀 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总感觉怪怪的啊 弄下来直接插 哦 小叔知道了啊 那么我们看啊 这里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盾牌啊 给他安装上 安装在我们这个 哎 这个手臂上啊 哇 好紧啊 要不要那么紧啊 哎 哎 哎 然后我们看啊 这个是我们呈现一个收纳 收起来翅膀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这个其实是 哎 我们这个是可以打开的 哎 啊 我们这个把它抬起之后 我们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弄下来的 哎 哎 啊 哎 这个 弄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插上 插上之后呢 我们这个是可以做一个展开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翅膀啊 哎 哎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展开翅膀 那这个是比较向外的 而我们这个是完全向内收纳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把这个翅膀给它换过来 变成我们这个展开的一个翅膀的状态 呃 小瘦感觉还是把翅膀展开比较好看啊 然后这边同样是混成这个翅膀 哦 好紧啊 虽然小瘦我比较喜欢紧致的感觉啊 但是要不要那么紧啊 然后这个天线啊稍微有一点按不进去 哎 把它按紧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枪给它拿上 嗯 这个脸啊实在是比较窘啊 我们把这个底座给它弄上 哎 然后这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自由和我们这个神异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还是非常炯的啊 神异的脸我感觉还好一些啊 自由的这个脸啊 实在是炯了 炯都不能再炯了 而整体的一个涂装啊 是各种怎么说呢 可能感觉不到有好的意思啊 但是FW这个系列啊 它的涂装也就那样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这就是两个桌面的小摆件啊 其实呃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的话 如果大家可以把这个手啊 哎 手腕给弄下来 弄下来之后 哎 不是不是 不是这边 哎 这边啊 这个手腕弄下来 把这个 把这个插上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再搞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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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光剑啊 可以把它弄上 嗯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两款啊 FW的这个神异啊 对战自由的一个套装啊 呃 大家可以看到啊 呃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啊 不在意这个涂装方面啊 还是可以的 其实它的涂装啊 这个分色啊 其实都表现出来了 但是就是给人感觉上啊 是像一个廉价品啊 呃 在有一些掉色和异色的一个表现 而且这个脸部啊 实在是有一些窘啊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这两款啊 我们的这个皮卡丘 和我们的这个自由和神异的那么一个套装啊 呃 如果大家喜欢小说 可以关注小说的官方微博 和关注小说的这个优酷视频空间 呃 可以及时的观看小说的更新视频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小说开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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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